再来看的是封测大厂日月光持续的停工 经济部长张亚柱坦言 如果停工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转单的情形 冲击到IC供应链 甚至是影响到明年的GDP 不过利润们认为不能只顾经济 而忽略了环境污染的事实 所以日前已经提案要取消违规企业 申请产创抵税减免 对此经济部表态支持 希望他能够尽快的 能够把它改正能够复工 时间拖得很长 当然我们这整个 我们IC封装的这个主导的地位 会受到冲击 日月光持续停工 董座张前生 周末拜会高雄市长陈菊 力拼复工挽救营收 经济部长张家柱也坦言 如果停工时间拉长 超过三个月 对明年的GDP也会有影响 大概三个月以上到半年 时间如果长了 整个产业受到影响的话 GDP就会受到冲击 就算对经济层面带来冲击 立委们却认为 不能忽略污染环境的事实 日前提案设立日月光条款 要取消重大违规企业 申请投资减税 经济部也表态支持 如果没有行政院对岸 那你还是可以支持 基本的方向跟精神 我们都可以支持 比如说在这个条件上 做一些限制 我想这个是合理的 要经济还是雇环境 虽然短期停工 日月光的订单 应该会转手国内其他厂商 但长期可能一往海外 损害土地 得用多少营收来补偿 后续对员工企业形象的影响 都已经让日月光 付出了沉痛代价 有点TV5元席邱星仪台北报道